《妥协的迷思》 《雅撒王》 我们看一下历代自下 历代自下 14章 今天要讲的范围在 14章到16章 我们先看14章 第一节 历代自下 14章第一节 在就业551页 551页 有关 犹大雅撒王 他的记录 在这里 总共有三章 我们先要做一个全面的 然后我 特别从 妥协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人 《雅撒王》 他的 在历代自 历代自是用祭司的角度 祭司是特别服侍神 所以他的角度 应该是用信仰的观点 来探讨 一个人 一个君王 或者一个国家 相对的在《猎王记》上 是很简单描述 《雅撒王》的一些攻击 但是历代自 非常详细 加以评论 那我们先看 14章的第一节 二节 三节 在这里 等于是对他 一生 一开始 他的一个很好的 表现 来做一个肯定 第一节 亚比亚 与他列祖同岁 站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 亚撒 接续他作王 亚撒年间 国中 太平十年 亚撒行 耶和华他神 眼中 看为善的 为正的事 除了除掉外邦神的谈 和秋谈 打碎 祝相 砍下 木偶 第四节 吩咐犹大人 寻求 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 他的律法诫命 又在犹大各成立 除掉秋谈 和日相 那时 国享太平 我们读到这里 一开始 这一小段 等于是对亚撒王 一个 好的表现 一个肯定 那 亚撒他是 犹大王 自从 以色列 跟犹大 婚裂之后 他是犹大国 第三位君王 第三位 那 当他就位的时候 因为他的父亲 亚比亚 虽然很有能力 文字武功很强盛 可是信仰 不是很好 所以亚比亚 死掉以后 换成亚撒 继承王位 那他开始继位的时候 放在他前面这个环境 是一个国中 充满了崇拜偶像的那种气氛 那种氛围 很浓厚 所以他等于是他登基之后 他也面临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我记得大概 两年前 有一年跟大家谈的主题 复兴 宗教复兴 里面有谈到一个亚撒王 他也算蛮正面的 非常好的国王 非常可惜 我们上次介绍过 他做王41年 最后6年 表现不如理想 后来等于是说 前面很好 但最后的一小阶段 信仰失败 非常可惜 但是他前面给 全国带来一个宗教的复兴跟改革 实在是不同幻想 那 第一节 第二节到第三节呢 就是一个正面的叙述 我们在读历代字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那个第二节 第二节有一句话 那等于是一个 看一个君王好坏的标准 历代字 历代字 只有用一句话 来衡量 那些犹大君王 好还是坏 第二节他怎么说 亚撒行 耶和华他神 眼中看为正 为善的事 这是一个标准 不管他有什么 对国家的建设也好 宗教复兴也好 他有什么能力啊 有什么德性 通通通 总括起来一句话 可以把这句话 我们说放诸四海而皆准 衡量 犹大王差不多将近二十个 包括那些失败的 篡位的 差不多二十个 犹大王 你可以用这一句话 这个标准来衡量 只要有这一句话的那些王 大概不错 那在这里 行神眼中看 你如果乍看之下 很简单 其实不容易啊 行神眼中看为好的 不是人家看得好的 不是自以为好的 也不是别人看 不是人眼中看的 是神眼中看他 行得善又行得正 神看为好又是正的事 不容易 你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 世上有几个人 能够通过这个考验 神眼中看为正 看为好的事 很少 那一开始 圣经历代字的作者 就用这个来形容 亚撒王 那他 以下的事情都是 对他这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说明 包括他的建设 包括他的信仰 所以他带来一些 信仰的改革跟 宗教复兴 改革可能是片段的 但是后来他整个全民性 整个全国的信仰 恢复起来 恢复热心 那是整个复兴的高潮 在他的前面 他做王四十一年 前面大概前半段 甚至前三十年都很好 到他三十六年以后 开始走下坡 很可惜 所以有时候时间 对人是一个考验 以前很好 信仰很好 表现很好 一段时间 差掉了 可能放松了 可能自得益满 自高自大 可能辨职了 所以时间 会考验一切 有人说时间会说明一切 的确是这样 所以信仰能够坚持到最后 真的是 要神特别的照顾跟恩典 好 那我们在这里 他在这里讲 他除掉第三节 他的一些作为 宗教改革 除掉一些偶像 偶像除掉 偶像坛除掉 包括各种的 助相 条子上 还有各种木偶 通通会掉 第四节有一个蛮关键的 如果说第三节 是一个消极的作法 只是把那些 误会的不好的除掉以外 第四节是一个正面的 这个我想对我们今天 也有帮助 第四节 丰富犹大人 寻求 约华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诫命 他 丰富犹大人 因为他是犹大王 所以他丰富 他的同胞 要寻求神 寻求 要遵行 神的律法 遵守神的道理 守神的诫命 所以他有回归的 非常具体的一个 聚焦在一个问题上 寻求神 守神的道理 简单讲就是这样 寻求神 因为后来有先知 起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很多前辈 以前时代 很多根本 不寻求神的 那你现在君王 你开始回归到神面前 而且带领大家 要寻求神 这是猛福之道 那我们在这里 先给大家一个 我要笑谈的是一个 迷失的问题 有点 对还是错 有点让人拿捏不定 那我首先 稍微通盘的介绍 当开始 那个我们刚介绍 那个以后 第五节第六节这里 就介绍他 就国内的各种建设 我们看到一片 欣欣向荣 对外看得到的 各种建设 一直起来 非常的发展 对外的成就 那 到了 十五章 虽然前面稍微 前面那一小段 等于是一个综合讨论 然后介绍 其实他前面 他所做的是 虽然寻求神 那是一个信仰的内涵 他只是简单提一下 接下来就介绍 他对全国的各种建设 所以那种建设 起来以后 你可以从外表看 国内非常繁荣 因为有神的祝福 那第十五章 我们现在做一个通盘的介绍 十五章就进入信仰内涵的进化 干净的进化 因为以前崇拜偶像 充满误会 所以第十五章的内容 就宗教改革 信仰的进化 让它干净化 所以对外 你可以看到 信心信仰的对内 信仰的扎根 开始寻求神的一个模式出现 大概是这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为什么 我们到了十五章 后半段 看到神一直祝福 好 我们先从十四章 十四章 那个第七节看 第七节 十四章第七节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诚意 视为竹墙盖楼安门坐穿 地还属我们 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既寻求祂 祂就是我们四尽平安 于是建造诚意 诸事恒通 他开始建设的时候 从第六节 第五节第六节开始 一直讲 他国内平安 因为神是不给他 所以他享受平安的时候 他知道 所以他告诉他的同胞 我们到了第七节 第七节他说 地还属我们 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地还没有被敌人占去 我们的国家还平安 所以地还属我们 目前还能够这样平安 因为我们寻求神 祂是从前面累积过来 祂能够知道 我今天能够平安 是前面神照顾我 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呢 我们还要继续寻求神 所以既得的平安 这种信仰的体验 会造成你继续往下走的动力 我们每天都要继续往明天走 对不对 今天过往还有明天 你要往下走 往前走的动力 要有动力啊 那个动力 要从前面累积 神累积给你的体验 恩典 你不可以停在这里 自满自足 你要看得清楚 这些目前 目前这些是过去 我崇拜神 神给我的恩典 那我今天领受这种恩典 我要继续夹带这种恩典 造成力量 继续往前 这样会好像滚雪球 越来恩典越多 这个就是这一段 所告诉我们的 因为寻求神 所以我们看 他第四节开始 鼓励同胞寻求神 到后面这一小段 就说明寻求神带来的恩典 他除了靠恩典以外 他当然是自己要整军备武 所以他有召集他的军队 大概五十几万 五十八万左右 那个第八节以后 他就是总共有五十八万的军队 可是有考验 好像信徒在生活当中也有考验 所以下面有两次大考验 我们把这两次大考验 做一个对照 很奇怪 同样这个人 在两次考验当中 竟然表现绝然不同 好像不同的人 那就是走到后面 有点信仰的态度改变了 很奇怪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你前面走得很好 可是因为生活不是昏平浪静 随时有各种的情况出现 有时候你的工作 有时候你的生意 有时候你的家庭 有时候你的小孩子 有时候包括你自己 有时候不如意 不顺畅 临时出现 那都对我们是一种挑战 所以我们在下面 他喷到考验就是挑战 两次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 就是十四章 那个第九节 古时王 古时王谢拉 我记得这一段以前讲过 我简单重复一下 谢拉 带领一百万的军队 有人认为 这个数目我就不去考证了 有人认为说夸大七十 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照字面上讲的 一百万的军队 三百辆战车 气势很庞大 远远超过游到王亚撒 因为他的军队才五十八万人 对方是百万之重 力量很强盛 所以当时可能亚撒也估计 有时候他情势的估计 我们可能赢不了 他可能做一个估计 所以他只好祷告 在这里他留下一个正面的 他的祷告 我们看他祷告怎么样祷告 因为这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关系 十一节 十四章的十一节 亚撒呼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顶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这是他的祷告词 其实他本身 他有预备 五十八万的军队 敌人的 差不多一半 敌人比他强盛 那他们也是出兵 彼此摆政 所以那个第十节 彼此战场上对峙 摆政 他也是有准备应战 可是他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他祷告 这个祷告只是一个典范 很好 如果说我们在 在谈到祷告的例子 亚撒这一段祷告 非常出名 他说神 只有你能够帮助 软弱胜过强盛的 他把自己定位 这两边 我们是属软弱 对方强盛 他说只有神 你能够帮助我们逆转 你能够帮助软弱胜过强盛的 那有一个 我要强调就是说 那个第十一节 他说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我们仰赖你 我们要依靠你 他这个祷告很迫切 基本心态就是祷告神 他完全不谈 他预备多少 什么都不谈 他就把这个做一个衡量 一个结论 我们算软弱的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要仰赖你 靠神的灵去战争 结果神帮助他 真的得到很大的胜利 后面我们就不谈了 神你看十二节 他这种心态 圣经上面写 于是耶和华使古时人 败在亚扫和犹大人面前 谁让谁失败的 神让敌人失败 这个圣经的记录很忠实的 也不谈亚扫他们何等的卖命 冲锋陷阵都不谈 就讲一句话 神让他们赢过敌人 神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亚扫仰赖神 这是第一个考验 算他很坚持 他很坚持 他就是靠神 他虽然也是出兵 但是他体验到平安 好我们看十五章 我们要进入 这两个考验 一个是十五章 这场战争 另外一个是十六章 另外的 两次考验 两次考验 亚扫都有他的 反应 还有神的反应 两次考验 我尽量把他归纳 我想很久 把他归纳 同一个模式 大家很容易记住的 考验出来 那第一次 亚扫就是这个 面对百万大军 他祷告神 得胜了 神帮助他得胜 得胜以后呢 神派一个先知出来 鼓励他 第二次考验 结果以后 也派一个先知出来 两个模式一样 考验 然后反应 然后神派先知出来 讲一段勉励的话 好 那我们看十五章 这个勉励的话 应该说 经过这一次以后 比较 比较 进入状况 进入那种信仰的复兴 跟高潮 前面比较 稍微比较偏向 改革啦 什么的 整个全面复兴 好像还没有 你这样看字面上 好 那十五章这一段 一节到七节这一段 过去我自己一直忽略 我想说 因为他 他不是很精彩 我们人都喜欢那种 比较震撼的事情 鼓舞我们的心 那这一小段 好像平平的 所以我过去一直忽略掉 那我想说 这一次 稍微把它注意 把它提醒出来 看十五章 第一节 神的灵 感动 俄德的儿子 亚撒利亚 他出来 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 变亚敏众人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好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先知 亚撒利亚出来 我们很多人对他 不是很熟 因为他出现的频率不高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在这里他出来了 讲一段话 但是你看他出现 是什么状况出现的 亚撒得胜 当然有人认为 这一段我后来我想 也没关系 有人认为 亚撒利亚出来这一段 可能是放在最前面 以后还有那个战争 我想考虑了一下 无所谓 就算如果按照 这边的顺序 这时出现 但是亚撒利亚出现 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吗 不是 神的灵感动他 你不要忽略掉 神的灵 因为我们今天教会是 圣灵带领的教会 我们非常重视 圣灵对教会 对各人的引导 只是因为 我们已经体会到 好像我们就觉得 稀松平常 不是很重视 因为圣灵好像 无神的那种带领 他是凭感动 所以有时候他带领我们脚步 他是感动我们的心 感动状况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 那在这里呢 这个先知 神的灵感动他出来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亚撒的时代 非常需要 神的灵感动先知出来 今天如果说今天 在我们正教会 你要逐步走向一个 非常好的境界 我们要 渴慕 也期待 也祈求 神的灵感动 很好的传到人出来 这样会带领我们 这是第一个 透过 我们是借境 透过他这一段圣经 来看这个 所以在这里 神的灵 开始这样感动 额德 额德纳 他的儿子 亚撒利亚出来 他讲三句话 第一个 你们要寻求神 第一个 你们是顺从神 从他 第二节说 你们若顺从神 神必与你们同在 这是第一个 先知的要件 要顺从神 你们要顺从神 神必与你们同在 你要得到神同在 你要顺从神 好 下面两个 等于是对这个 回应的诠释 第二个内容 你们若寻求他 必定寻得见 如果人有心要 找神 找神带领 依赖神 你必定寻得到 那缓之呢 下面那句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所以他这里是震缓 所以关键就是 你们寻求神 神必让你们寻见 那问题就是 我们的态度 你要寻求神 还是离弃神 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刚刚那个 对百万大军 古时的战争 他就是寻求神 得到胜利 第二个考验 离弃神 神也离弃他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很清楚啊 我想很久 把它归纳 最简单 我想说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很简单一个理念 如果我们寻求神 神会让我们寻见 如果我们离弃神 神会离弃我们 你把它这个放在 你一生的生活里面 好 那在这里 接下来 看一下 第十五章三节 这里 是谈到以前 以前 以色列人的态度 从历史的经验 这位先知 他分析了几个事情 来提出劝勉 他说 第三节 以色列人 不信真神 没有训悔的祭司 也没有立法 已经好久了 这里说 已经好久了 所以在亚撒以前 那些 国王 如果说犹大王 第一任 罗坡安 罗坡安 不是很热心的 亚比亚 虽然很有能力 信仰 不是特别重视 所以不算好玩 所以这里 这个先知说 被神的灵感动 你们不寻求神 不信神已经很久了 第一个 不信真神 很久了 第二个 没有训会的祭司 祭司是服事神 训会的祭司 没有讲解律法 没有人知道你们道理 没有人讲解 怎么懂呢 特别是就业时代 那个更是专职的人员 没有训会 就是教导 训导 训会 第一个 你看 不信真神 第二个 没有训会的祭司 造成百姓呢 没有道理 没有律法 你看 从上到下 一连串 没有道理 这整 整串连起来 你还寄望说 整个国家 能够 蒙糊吗 不可能啊 所以第三节 最后说 这种现象 已经好久了 但是神很慈爱 所以第十节讲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归向以色列神 寻求他 神还是被他们寻见 神没有真的遗弃他们 问题是 在急难的时候 着急的时候 你也没有回归到神面前 过去那些以色列百姓 虽然没有寻求神 还好 他们在看到 最灾难的时候 还会想到神 寻求神 神还是抗顾他们 这是过去的一段经验 那这位现世 现在提醒出来 告诉他们 所以等于是两小段 第一段就讲说 怎么样能够 得到神的同在 然后用第二段 用历史过去的经验 你们的祖宗 就没有信悔的祭司 没有立法 所以国家不会兴旺 还好在急难中 会寻求神 我们要记住 有人认为 寻求神 是历代制作者 非常喜欢用一个字眼 寻求 切求心 不管什么状况 你在很呼吁 很得意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神 你在落难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神 不管环境好坏 你都要记得 寻求神 那个寻求有包括 跟神不断的交通 敬拜 联系的关系 而不要断绝了 这一小段 所以这个讲完以后 亚撒有反应 有反应 他的反应是正面的 他听了以后 哇 很感动 所以他真的是有心 振兴他的国家 所以他听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道理 对信仰 个人内心的冲击 还有对群体的冲击 他就带领全国 把那些剩下的偶像 通通除掉 更彻底 把偶像 偶像坛通通除掉 然后建立神的坛 敬拜神的坛 然后要求百姓 大家立约 回归到神面前 哇 结果带来很高兴 那个立约就是说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要很热心 侍奉神 我们看一下他们立约的结果 15章的14节 我这里讲很快 很快我就带过去了 14节 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嚎 吹脚向耶和华启示 由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启示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是他们示尽平安 在这里 14节开始 他们欢呼吹嚎吹脚 向神启示 大家皆大欢喜 你看喜乐 喜乐 洋溢在当中 前面是尽心 向神启示立约 我们要侍奉神 做神的儿女 寻求神有 悔改 归向神 有立下心志 要重新侍奉神 有这些含义在内 然后立约 跟神立约 很神圣 可是又带来属灵的喜乐 很奇妙 我们看 如果你在信仰 复兴的时候 会很自然从内心 产生喜乐 有时候神的道理 在我们个人内心 你好像吃得很饱足 安慰你的心 你心里有属灵的喜乐 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所以神的道理也好 恩典也好 能力也好 如果进入我们内心 会产生这种结果 属灵的喜乐 那在这里就是 一片喜乐之身 欢呼这样子 好 那我们要 在这个正面的情况 我们要看 当初 我前面讲这么多 就是介绍 亚扫的表现的 实在很好 很好 可是我要先讲 它这么好 很意外 到最后的一小段 怎么变糟糕了呢 很意外 很意外 你看它 它好的时候 它不止自己要寻求神 也下命令 全国要寻求神 侍奉神 然后 它本身很坚持 你看它的主外有多大 十五章的十六节 它要改革 它碰到一个 很大的阻碍 亚扫王 扁了她 祖母 马家太后 这个祖母 有的认为是 她的母亲 这个我们不再争论 扁了马家太后的位 因为她造了 可证的偶像 亚瑟拉 亚扫砍下 她的偶像 倒得浑碎 烧在杰伦西边 只是秋潭 还没有从 以色列中汇去 然而亚扫的心 一生 诚实 先读到这里 她在 做一个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碰到一种阻碍 这个阻碍 很大 很难 她的祖母 马家太后 竟然是偶像崇拜者 也造偶像 有着偶像 地位很崇高 会影响全国的人 她本身竟然崇拜偶像 还有 还有那些 这里讲 可真偶像 亚瑟拉 还有她的偶像 倒得浑碎 她要把太后 所造的偶像 把她破坏掉 不简单 耶稣曾经讲过 路加福音十四章 我们想一下就好 耶稣讲过 什么样的人 不可以做主的门徒 正面来讲 要做主的门徒 必须 那是观念上 爱主胜过一切 如果你的家人 阻止你的信仰 你必须 衡量 必须能够克服 家人有时候是一个 有时候 如果信仰不同调的时候 有时候是对我们 信仰一个 冲击跟考验 很难 对外人可能比较简单 她现在是太后 亚瑟的祖母 马家太后 她的长辈 又是偶像崇拜者 她要改革 第一个家里 家人崇拜 她不可以 只包容自己的人 这样不公平 她没办法推行到全国 所以你看她 这里很坚持 我们看到她不妥协 我今天下午要跟大家谈妥协 她在这里不妥协 好即使会伤到太后的心 或者有损她的立场 她为了信仰 为了全国 她坚持不妥协 就毁掉 把太后 扁了她的太后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看到她 表现一面 所以那个十五 十八节 十七节最后 十七节最后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然而亚瑟的心 一生 一生诚实 她的心 一生 一世人 一生诚实 这个跟我们最后要讲的有关系 很可惜她到最后 一生诚实的心 变了 在最后 丢掉了啦 没有了 一个人 一辈子 那么长时间 保持对神很忠贞 一生都很诚实 面对神的 到最后几年 竟然遗失了 很可惜 所以在这里 先对她一个肯定 一生诚实的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 十五章可以看到她 在进行整个宗教改革的时候 她面对的挑战 古时的百万大军 她胜过了 仰赖神 靠祷告 所以先是给她一个鼓励 要怎么样会更好 她做得更好 她的反应也是更好 好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十九节 十九节 从这时 直到亚撒三十五年 都没有征战 到她第三十六年 所以等于是 她前面这三十多年 都很好 但没有征战 就是平安太平 国内平安 外国的冲击 也没有了 神照顾的 对 都是神照顾 这是她之前告诉她同胞的 我们今天能够还保有我们的地 信用我们寻求神 神继续给我们这种恩典 所以他们继续维持 可是到了三十六年以后 另外一个考验来了 我们一辈子 我们要记得 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人很难说一辈子风平浪静 一路很平安走到最后的 有时候到年老考验还来 所以要求神保守我们 所以她到这里最后的 大概五六年 大概最后五年 另外一个考验来了 我们看十六章 十六章 第一节 亚撒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 上来攻击尤大 修竹拉玛 不许人从尤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这是另一个考验 我们在这里 这就是拿出第二个考验 他第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 因为那时候 以色列跟尤大 南北朝已经分裂了 这两国欢喜烟家 有时候和好 有时候和亲 有时候吵架 不一定 看两边的君王的态度 有时候和好 有时候战争 那这时候是战争 那巴沙也算 那时候也算蛮强的 以色列王巴沙 在这里 那个以色列王巴沙 他就下来攻击尤大 在拉玛那个地方 修竹 他们好像那个 游窑界线 好像南北朝界线 分开 不准通过断局这样 那因为那时候 以色列王巴沙力量 还蛮强的 我们看 看到难题了 亚扫怎么去处理 很奇怪 如果 把他现在面对 巴沙的这种挑衅 巴沙就是把他的道路断绝 不准人来往 南北朝 不准来往 然后在那里修竹 等于是攻势 这样子 如果面对这个问题 跟我们刚刚十五章前面那个 古石旺的百万大军 哪一边哪一个困难来得大 我们想象应该是前面那个来得大 后面这个比较简单对不对 那或许是比较简单 原因我们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看到他记录这个事实 圣经没有讲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所以有人猜测 是不是因为前面已经平安 三十多年了 都没事 然后 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小 有时候我们将心比心 喷到比较小的难题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在乎 虽然有困难 会想尽办法去 还没有拼死祷告求神带领 有时候那个难度越大 我们会越迫切 是不是也有这种关系 不晓得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亚撒 他可能用那种外交的手段 人为的方式 透过外交手段 他就去买通 买通那个 亚兰王 我们看第二节 十六章第二节 这一段是主要 我今天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 他的手段 他的手段 然后造成的结果 十六章二节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 和王公的虎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于驻大马色的亚兰王 变哈达说 你付成于我付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 求你毁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下面审列 这样看起来亚撒这时候面对这个难题 他可能想我如果出兵 也不一定可以打败 那个巴沙 打败北朝那个王 他可能也拿捏 或许他根本不想出兵 他就 透过那种外交的关系 然后送一些礼物 去给亚兰王 亚兰就是叙利亚 就是后来的叙利亚 亚兰 他去找亚兰王 说这样子 他跟他谈条件 这是透过外交手段 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外交手段 用人的方式 想办法外交手段 他提出三个 三个条件 亚兰王接受 他接受 他说 第一个我跟你立约 跟你立约 做朋友 同盟 本来亚兰跟以色列有盟约关系的 他说 我现在 我送你金银财宝 你跟我立约 因为你的父亲跟我父亲也曾经立约 好过 所以现在我要跟你立约 重新立约 同盟 亚兰是外族人 外国人 他现在去找外族人 为了要达到这个约能够继承事实 他提出第二个条件 我送你金银财宝 所以你看他那个 第三节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 我将金银送给你 送他金银 财宝 等于是用财务 要钱财 有时候你要国际关系很现实 你要送钱 所以他说 我现在将金银送你 求你毁掉 你以以色列王八杀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所以他说 我送金银给你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你看这句话有玄句 第四节 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他是听他的话 他同意 你这个条件不错 只要我毁掉 跟那个八杀立约 重新跟你立约 你就送我金银 你就送我金银 所以便哈达听了 当然高兴啊 所以他就出兵 真的出兵 去攻几个地方 第四节那里几个地方 八杀听见 就停攻 不休族拉玛 不休族拉玛 在这里 你看那个第二节 我们回归到第二节这里 于是 亚撒从 耶和华殿 和王宫的虎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于大马社的亚兰王 他这个金银从哪里来的 两个地方 一个是神的殿 另外一个是王宫里的 王虎库的支出 从王的虎库 单纯可以 他还从神的殿里面 神的殿是神的金银财宝 神的钱 等于是他在这里 跟便哈达立约 同盟挂钩 然后送金银财宝 那你互带一个诞书 这个金银财宝是从神的殿 偷钱出来的 神的殿的金银是属神的嘛 我们说你拿了 不给神或者拿了 我们说奉献十分之一 你不奉献是偷神的钱嘛 那你今年已经既成事实 从神的殿拿金银财宝 更是偷神的钱啊 他偷神的钱 去跟外族人挂钩 来打 被炒 你说这样神会高兴吗 可是一个问题 我们讲妥协 会让你迷惑 这个不对 不对怎么有效呢 有没有效 有啊百分之百有效 马上看到了 他金银送出去 好 变阿达出兵 巴萨马上收回去 马上撤掉 公司财务 那个木头石头都不要 都丢掉了 还能够去 他们还去抢了 能够建设两座城 你看那个财务留下多少 所以那个巴萨 有吓一跳 因为变阿达出兵 开始攻打 所以那个记得的结果 马上看到 你如果说没有效果 看破没有用 那比较容易 有时候我们今天会有一种错觉 如果说你说我的手段不对 应该没有效 那你说他手段不对 怎么效果那么好 这个效果是 照顾全国的 同胞不用战争 国家平安 何乐不为 如果说这个不对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种迷思 以后 你说他这个手段 这个处理 透过外交不对吗 我们肯定要讲 可能对一半 神不是把我们造成机器人 不能思想 不是 但是神希望 当你绞尽智慧 用很多方法的时候 你不要忘掉 依赖神 神的这一部分 你不要把它切割掉 他在这里就完全切割 所以我们看 当他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神又派另外一个先知 马上来了 第七节 看一下第七节 这个其实一个故事很精彩 那时先见 哈拿尼来见犹大王 亚撒 对他说 因你仰赖亚兰王 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 好 第八节 这里是举前面的例子 古时人 路比人的军队 不是圣诞吗 战车马兵不是局多吗 只因你仰赖耶和华 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所以这个先知 很会讲话 他讲两个 一个是 原因 为什么今天神派我来警告你 第二个是例子 之前的例子 你的关键在哪里 你仰赖亚兰王 仰赖人 不仰赖神 这里他的问题出在这里 你只单单依靠人 不依靠神 我们可以想很多方法 你不要把那个仰赖神那一部分 把它摒除掉 所以神不是说 让你永远是一个笨蛋 不是 你可以碰到事情 你可以有回应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仰赖神 在这里 亚赖这么聪明的 他算有信仰的经历跟体验 他的一生 前面那么长的时间 有信仰的体会 对古时的战争 不可能得胜 他祷告 神让他得胜 神机 后来亚赖亚先知出来 神的训会出现 两个神机 还有道理 同时出现 我在读这一段 我把它 借尽到今天 今天正教会有的是什么 圣灵 神机 道理 神机 我们常常体验 道理 常常有 可是我们很软弱 常常 忘记神 碰到事情 常常靠自己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 我们只看到结果 有效了 这个方法有效 就不去忌讳 你不要说他犯错 好 他有效 有效果 我们就是因为有效果 我们会认为说 那也无可后悔 也不算错 可是你看他 做完这个事情 有效果 神马上派另外一个先知 哈拿你来了 就警告他 一个关键 你只仰赖神 仰赖人 不仰赖神 第二个 举例 之前那个百万大军 不是比现在困难多吗 只因为你仰赖神 所以神让你得胜 那今天为什么不肯呢 矛盾 我们只能把握到一个事实 他没有把那么好的一个 情况保持到最后 好 我们再看最后结论了 我要准备做一个结论 我现在我要讲快一点 十六章 第九节 这里是刚好这里的勉令 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 耶和华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显大能 帮助向他 心存诚实的人 你这事情的愚昧 此后 你必有征战的事 在这里 哈拿你对他一个 道理的名利 也是 警告 神的眼目 便查全地 神的眼目便查全地 他在寻找 需要帮助的人 问题是他有一个条件 神寻找什么样的人 向神 心存诚实 神一直准备好 这里这句话很有意义 我已经在这里讲过好几次了 神准备好 用神的大能力 准备要帮助人 但是他不 不随便帮助人 要看你的态度 你有没有向神 心存诚实 寻求神 要求帮助 如果你一个诡诈的心 神根本不理你 你很行事化 神不理你 你要向神 心存诚实 神看透万事 所以神知道 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刚会讲 那个十五章 那个第十八节 那个十八节 十七节 亚撒 一生诚实 可是到这里 没有了 很可惜 失落了 神一直在寻找 你向神 心存诚实的人 你有困难 你依赖神 神要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 这是神给人的机会 好像神都准备好 神是 因为他不用休息 他随时准备好 而且他在找 哪些人很诚实 要依赖我的 我不会让他失望 我们应该对神有这种认知 所以这是一个鼓励 之前我们说 亚撒 喷到前一个先知 亚撒利亚 来 鼓励的时候 他全般接受 很谦卑 在这一次 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 不悔改 他反而 很弃这个先知 把他抓去关 所以下面讲 第十节 十六章十节 把他抓去关 恼恨先见 将他关在监牢里面 你看跟前面 完全不一样 前面派先知来 欣然接受 照先知所讲的 这样去做 得到更多的恩典 那这一次呢 第二次 先知讲的是 真的 关键处 你仰赖人 他反而不接受 还把这个先知关起来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神的仆人 你得是不信号神 把先知关掉 后面有一个小地方 那时 亚撒也捏到一些人 以前我就很纯粹 读这样读过 只是捏到一些人 后来有些圣经的学者 他认为说 这些人可能是 替先知抱不平 这可能是假设 不确定 可能替先知 抱不平 或者支持先知的人 这些人一样 被他苦待 你这些人都替神讲话 统统下奸了 不然就是苦待他们 你看 变直 所以国家 没有平安 只有战争 所以我们从他的故事 这样三章 你把它整理 前面他很好的宗教复兴 全心寻求神 信靠神 神给他平安 护育 然后碰到考验了 人生难免有考验 所以他第一阶段 国家 整体面对战争 先知警告他 鼓励他 他接受 做得更好 到第二次考验呢 已经平安很久了 不晓得他为什么会 变质这么厉害 真正原因 不知道 但是有人说 可能享受长时间的平安 享受全市 不一定 不晓得了 到后来他第二次考验 他就失败 甚至他 他这一次 被责备以后 他不悔改 另外一个附带的考验 临到他 他后来 要死之前 就脚上生病 一个毛病出现 他后来因为脚生病 死掉 生病的时候 也不求告神 圣经特别记录 这个16章的最后 最后第39 他做王第39年 脚上有病 而且慎重 病的时候 没有求告神 一样 一样妥协 你今天找医生 无所谓 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靠神的心 这个你不要 忽略掉 他在这里 就最后这两件事情 同一类的 就用世上的人的方法 就把神病除掉 只要靠人 结果呢 连那个脚上的毛病 都治不好 后来因为这样死掉 即使他死得好像 很风光 但是已经 不是以前的他了 这是最可惜的 所以我们会记住 那个16章9节 那个先是一个鼓励 做我们的参考 神 用他的大能 在寻找 向神心存诚实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 向神 存着诚实 寻求他的 寻求他是认识他 依靠他的能力 恩典 来过活 然后跟神不断的交通 诗篇 24篇 第6节 我们自己记住就好 因为在整理这一段 后来找到一个经节 10篇24篇6节 这些人是寻求 耶和华的族类 我们是寻求神的 一群属灵的 神的儿女 我们要成为 常常寻求神 一生 寻求神的 一群 得到神的 永远的带领跟看顾 我想下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来唱诗 我们再来唱诗 252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